送上熱情的大擁抱 才剛成功連任的法國總統馬克宏 迎接印度總理莫迪來訪 但馬克宏緊接著又有頭痛的事要面對 因為法國6月就要舉行國會大選 反對派來勢洶洶 只剩黨不只要面對 在總統大選敗下正來的 極右派對手雷鵬 法國左派還罕見聯手合作 要共同對付馬克宏 我今天很開心 可以告訴你 法國綠黨和傳統左派共產黨 已經決定支持法國極左派政黨 不屈法國 另一個左派政黨社會黨 也宣布與不屈法國達成合作共識 將送交社會黨內部批准 畢竟極左派領袖梅蘭熊 在法國總統大選首輪選舉時 拿下21.95%的選票 差點就能在第二輪決選中 和馬克宏上演大對決 而左派之所以大團結 就是要搶攻國會的多數優勢 來阻止馬克宏的清商政策 在你叫做第一輪決選舉時 我叫做真正的 讓我們一起活著新的一輪 左派联盟提出的政策 包括将退休年龄降到60岁 以及提高最低工资等 近来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法国选民 愿意接受由马克宏 和来自另一个政治派系的总理共治 挺过大选的马克宏 能不能守住国会多数席次 将攸关未来能否顺利执政 欢迎大家林车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